泰国当湖男星詹姆斯吉拉宇的猴王粉丝见面会已经完美的落幕了 这是詹姆斯首次举办粉丝见面会 当晚的大规模粉丝见面会涌进了上万名粉丝引爆现场 他整整两个小时的卖力演出也是给无数的粉丝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让无数香蕉们期待了很久的高调俊秀大牌天使詹姆斯吉拉宇的首个个人现场粉丝见面会 终于于2月26号晚上在鲜罗帕拉宫广场隆重上演 在这场名为猴王粉丝见面会的演出中 詹姆斯为座无虚席的现场观众带来了多种风格的歌曲 不过见面会门票却令很多人质疑 因为最贵的门票是6000泰铢 引得众人纷纷吐槽添加票是否值得 当天詹姆斯的家人也前来力挺助政 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对于票价太高的事情 詹姆斯的家人怎么看呢 有个人的图表 在这场名为了 在他们的联系中 是在他们的联系中 是在他们的联系中 或者是在联系中 在联系中的联系中 在联系中的联系中 我们也会问一下 我们也会在联系中 在联系中联系中 深穿白色礼服的詹姆斯奇拉 与一线深见面会现场 便让现场的粉丝为之疯狂 好往粉丝见面会 不仅是詹姆斯首次与粉丝们零距离接触 也是泰国娱乐圈史上 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粉丝见面会 受到了空前的主目与支持 并刷新了泰国娱乐圈的最新记录 詹姆斯一记合成 为粉丝们献唱献舞长达两个多小时 每当詹姆斯张口吟唱 即收获全场的掌声和欢呼 再加上耳目一星的舞台效果 带给香蕉们很多惊喜和意外 詹姆斯多遍的造型 不遗余力的演出 让歌迷竞想视听之余 作为中女生心中的男神 詹姆斯奇拉宇在见面会上也超有亲和力 虽然明显很紧张 但他还是一一的回答粉丝们提出的问题 不停的向大家挥手致意 并当场送礼物给幸运的粉丝 为泰国粉丝们献上了无限的感动 也为此次猴王粉丝见面会 画上圆满句号